男子娶11岁小新娘马来西亚另彻查 人口以穆斯林占多数的马来西亚近日有一名男子娶了11岁泰国女童 引发社运人士哗然 甚至批评那名男子根本是对孩童申狼爪 马国政府表示 有关单位会彻查 法新社报道 只要获得宗教法院的许课 马国穆斯林允许未满16岁者成婚 但马国妇女与家庭部表示 本案没有宗教有关当局批准的记录 这桩娶11岁小新娘的世上月发生 的点在与泰国南部穆斯林的区接壤的带 当的媒体报道 副首相望阿之沙 One as I the one is male 表示官员已前往当事人住家 并与女童母亲献面 在决定采取下一步行动前 我们正等候更多相关报告 若未经许课 娶小新娘的41岁男子 恐被判刑六个月 马来西亚社运人士先前已呼吁修法 终止嫁娶幼童的婚姻 马国社运人士认为 这类婚姻在穆斯林中非常普遍 他们声称 约有16000名不到15岁的马来西亚女孩已婚 社运人士表示 娶小新娘的男子是一名已娶了二个太太的富商 女童双亲是穷困的橡树农 女童双亲是穷困的橡树农